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站住 站住 你回来 你回来 感谢的话我都已经说没了 我实在是没有词了 我知道你没词了 下面该我词了 我跟你说 这个钱不是你的 你不能拿走 明白 规矩 你的 不是 这钱不是你的 应该的 这钱不是你的 谁的 不是你的 最后一个了 不是 这钱真不是你的 大哥 我这张要再给你的话 那这钱可就真不是我的了 你不能就让我拿个信封走啊 我跟你说 这信封也不是你的 这钱不是你的 你不能拿走 大哥 你多大岁数了 我四十六 妥了 只要你把钱给我 肯定对你有好处 大哥 我肯定能在我工作单位把你等 你在哪儿工作呀 青山墓园 不是 我没事跑你那儿干啥呀 等你有那天的时候 你就拿着这张名片来找我 我给你打盒 你拉倒不到那天 我还能给你递名片吗 我就躺那儿了 躺着你可到不了我们那儿 到我那儿的呀 都装盒了 哎 不过你造型 盒上都有这个享受品 我一眼就能给你认出来 到时候 我在你这个四周啊 免费给你种上这些花草树木 再搭你的十八里相送 我保证 到时候所有牧园子里 住在河里 全都羡慕你 那他们一激动 不会再蹦出俩来吧 你在河里呢 你怕谁呀 这咋说着说着 还把我说走了呢 不是大哥你看 不是 这钱真不是你 不是你把这钱给我 你听我跟你说 我丢了 你捡着了 哎呀 你听我跟你说 是这么回事 我岳母啊 丢了五百块钱 我今天发奖金 我就从我这里边 拿出五百块钱 假装告诉她 这钱找着了 明白吧 这钱不是你的 我不信 你怎么还不信呢 我不信有这么神经病的古业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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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不能有 这么神经病的古业呢 这钱真是 哎哎哎哎 干嘛呢这是这是 是文儿没你的事 我跟你说 他 大哥你来的正好 你给平平礼 我丢五百块钱 他捡着了 他编个故事 他不想给我 哎呀大妹子 我真没拿你的钱 我这 你别说话 哎你不是我的妹妹吗 谁呀 谁是你的妹妹呀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你钱顺丰哥哥呀 我怎么不记着 我有你这么个哥哥呀 我问你 你的父亲 是不是叫王青山 是不是个卖楼的 你是不是个卖墓地的 你听听 死人活人的钱 人家家全挣了 妹妹 我要承包你父亲 新开发那个楼盘的装修 你父亲 他暂时还没答应 我还见了你一面呢 你看这缘分不 你看我在这 碰上了我的妹妹 是啊 哎呀怎么回事啊 哥我跟你说哈 我丢五百块钱 他捡着了不给我 不是 说话 你认识他最好了 你先别说话 他不是 我没捡他钱 妹妹 你丢了多少钱 五百 你这是多少钱 五百啊 对上了 怎么对上了 我问你 你这五百块钱哪来的 哪来的 我特意捡来的 人家丢了五百块钱 你特意捡了五百块钱 给人家不就完了吗 哎 怎么给他呢 人家的钱 怎么给他呢 这是人家的钱 哎呀 你看看 同样是生活在一个屋檐子下的两个屋檐 你说这茶几来 你俩往这一站 你让大伙看看 就这长相 我们忽略长相 为什么要忽略 我们看内在 你很正啊 你来看看你 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亏信不亏信你 对吧 还得是你 哎 你别说话 不是 你站这 你站这 妹妹啊 你回家以后啊 跟你的父亲王总 好好说一说 我们生意上的事 哎呀 哥 你放心吧 那事就包在我身上 这生意给谁做不是做 对不对 对对对 主要是得看做生意 这人品的 你真 你正啊 哎呀 太好了 不是 我就怕你在你爸爸面前 说话算数吗 哎呀 妈呀 哥 到时候我斜趴一踢 我咔往地下一撂 我满嘴趴趴 一顿涂抹着 我爸那啥不答应我呀 你要抽风啊 抽风我也把这事给你办明白 行了 快说 正下去 再见妹妹 不是 哎 你别走 这钱不说 哎 你别走啊 哎 哎呀 你干什么呀 你这个人 干什么 那钱不是他的 那是我的钱 我知道那钱是你的 你知道那钱是我的 你怎么还让他拿走呢 哎呀 大姐夫 不就是五百块钱吗 哎 我告诉你 我跟他爸爸这个生意 要是弹成了 我挣的可不止一个五百 那就是上万个五百 到时候三分之一是你的 你要不要 不要啊 你得在解放女人面前 爸一爸唱一唱 让我们听了 对吧 对 你这你还不相信 我的实力是打的 三下一 你啊 咋样 哇 你行啊 你有才啊 你啊 好 唱得好 大美 我的水平你已经感受到 现在就是你的水平 不不不 这样咱俩好配歌 对吧 不不不不 没事 你放手 今天我拖着你 但我怕我唱不好 没事 我拖着你 唱一个 不不不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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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的妈呀 大美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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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跟着大美 咱俩在一起 太合适了 现在跟我去午夜 咱俩选歌 刚呢刚呢 我不能去这么大的事 我得准备一下 你让我洗个澡 不用 你洗什么澡 你现在正好 你去唱歌 你洗啥澡啊 我必须洗澡 这是大事 你知道吗 你等着我 我以惊人的速度洗个澡 大事就来 行 好 好好好 我等你啊 别着急 成功了 这家伙太好了 哎 哎 哎 黄小华 我回来了 我回来给你唱歌来了 惊喜吧 洗到没洗 我惊着了 你不是说你回不来吗 你偷着乐了 我专门为你赶回来的 谁叫你为我赶回来的 咋的 赵刚子 你跟我说话 能不能阳刚一点 这么唯唯诺诺诺的干什么呀 我这么多年 我不一直唯唯诺诺吗 我什么时候想干过 你咋的了 是不是演出取消了 没有 没有 那你赶紧去准备呀 你来我们楼道干什么 对 对 那个 我 我今天 我走错楼道了 我本来是要到楼底下 找那个张仪 让他给我 我走了 你等会儿 找张仪扮舞 张仪都在床上躺半年了 咋给你扮舞啊 那个 我有点紧张 王仪 不是王仪 是赵仪 是金仪吧 对 金仪 哪个金仪 金大美 你金仪 赵刚子你啥意思呀 你不是说让我跟你合唱吗 你是不是想临时把我给换了 我告诉你赵刚子 你要敢换我 我就跟你拼了 不敢说了 那你说 说 我说 哪里就得主动点 我这个人 第一次懒 第二次笨 连个饭都不会做 他做饭老好吃了 其实也不是 太高难的也不行 但我做面条做的最好吃 你做面条做的好啊 那当然了 你爱吃面条啊 我最不爱吃这个面条 那个 大哥 要点别的 那个 没有影童子 你喜欢什么运动 我呀 不瞒你们说 我平时啊 就喜欢那个 打篮球 哎呀 这个歌打篮球 太好了我呀 你喜欢打篮球啊 不喜欢 我喜欢他 我和俺妹们 俺俩那个男女混合上打 天下无敌 天下无双 天作只喝 对不对 没事 哎大哥 以后你就得喜欢篮球了 为什么 你看这没眼不像篮球似的吗 哎呀 算了我还喝点水去吧 哎呀我得骂一下 老范哪 老范 你给救救我吧 老郎大哥 那个 那个你们聊着 我打酱油去 我 这是打酱油呢 哎呀 老郎大哥 原来我跟你相处 我觉得你这人 非常的勇敢 朴实 你现在你咋变成小小老太太了呢 我跟你说 不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要勇敢地追求 属于自己的幸福 没有 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的心呢 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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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 气死我了 你 你到底咋样了 看了之后 我 我倒 觉得 他好像不太那个什么 不太乐意 就绝对不是 你刚听他说呀 他说的年轻漂亮 怕配不上你 来 接着烙 快来 大哥 坐 接着烙 来 来 来 哎呀 坐得近一点 哎 你看多般配 萌大 全都得罪光了你 我跟你说啊 这事你不用管 只要干工作 就有可能得罪人 明白不 我跟你说 能不管他吗 每次拿这个垃圾袋 出门 就扔在楼道门口了 我跟他说了五六次了 我说你往前走二十米 前边有个垃圾桶 你放里边不就完了吗 不听啊 我跟他说了 再这么发展下去 他就是咱们小区 第二个前顺分 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 人家乱倒垃圾 你说两句不就完了吗 批评批评 教育教育 你非给人家写到物业门口 那个黑板上 必须要寻 你叫人家揪人现眼的你 我告诉你 他要是做了好事 咱们要大力宣传 他做了这种不文明的事情 我们就是要把他揭露出来 再这么下去能行吗 对不对 我就让他长记性 明白不 就一定要长记性 现在这个黑板上 第二是他 第一就是你 你也得长这个记性 怎么什么事 你都把我联系上呢 现在人家啊 还在二号楼门口 跳着脚着骂你呢 骂就骂 你心里舒服是不是 我不怕 我跟你说 只要你干工作就有可能被骂 好干部 都是在骂声中成长起来的 此处有雷鸣般的打扮 大米 饭好了吗 这儿呢 有葱吗 在这儿呢 吃饭 咋的呢 这是 顺峰啊 你是不是又欺负你大姐夫了 你哪个耳朵 看见我欺负他了 我 我进门就说了一句话 他跳着脚 说了我半个多小时 那咋回事啊 他这是 这么回事 二号楼有一老头乱倒垃圾 他看见了 你就说他两句就完了吗 非得写在那个屋页门口那个黑板上 叫人家丢人现眼 啊 你说他再这么下去 把街坊邻居全都得罪光了 我钱日风 我是有身份的人 我怎么在小区里行走 大家伙不得斜着眼看我呀 那大家伙平时也斜着眼看你呀 那倒是 姐姐 喝 你看 浪顾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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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